你不想要你 像是以前导会的吗 这导会这东西啊 跟钱多钱少没关系 开奔驰的 骑自行车的 几万块 几百万都在场 挖着呢 你刚才说什么乱 你想啊 都是外头来的人 又是现金交易 能不乱吗 政府啊 都管了好几回了 语尽不止啊 所以嘛 我啊 还是老老实实开我的饭馆好 什么倒灰乱七八糟的 离我越远越好 这样就对了 人嘛 就是要本分子 来来来 吹根烟 谢谢 谢谢 我啊 想跟你商量个事 我这次来 估计走的地方比较多 你能不能告诉我 什么地方可以租到摩托车 摩托车我就有啊 坐我的吗 那 那太好了 这租金啊 就和房租算到一块 不用 不用 这个摩托车能值几个钱哪 那就太谢谢你了 你啊 真是个好人 好人说不上 实在 那我先走了 好好好 你接着 谢谢你啊 看着已经睁开眼睛 这些人 却仍然处于职务人状态的儿子 周铁 心如刀割 他不愿意相信 自己和妻子两年来的努力 全都是不用功 什么事啊 你怎么慌里慌张的 但是 他知道 无论如何 他都只能撑下去 直到胡志军若亡 医生说 如果没有别的症状 就出院回家 也就是说 在医院 这么耗了没什么意思 是不是 我们领儿子回家吧 怎么会平白无故地 睁开眼睛呢 就算醒不过来 这应该是个好征兆啊 为什么现在就这个样子 不是什么事情 都有征兆有结果的 你以为是你办案子呢 以前你还劝我呢 儿子再怎么在医院住下去 也没有什么用了 还是回家吧 这可都你说的呀 来 老周 老周 好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您还没关机啊 喂 老虎 你在哪儿呢 怎么一直没给家来电话 我手机啊 没电了 不是让你下火之后来电话吗 怎么这么长时间啊 我手机没电了 开不了机 怎么 你着急了 你废话 出院边不给家里打电话 能不担心吗 行行行 以后啊我保证 每天给家里打个电话 你住哪儿了 一个小旅馆 挺安静的 旅馆别乱住 安不安全啊 我知道了 咱们儿子呢 抱着呢 跟他说话吗 好啊 好儿子 爸爸出差在外面 回去以后啊 给你买好吃的啊 还有啊 你妈真啰嗦 我听见了啊 给孩子说话 你也偷听啊 你哪天回来啊 不一定 五天八天 得看生意的情况 对了 咱们房子的钱 什么时候要 还有一星期左右吧 一星期 好的 我保证 一个星期以后回来 你等着我吧 明天我还得谈事 我想早点休息了 咱们就不说了啊 就这样 刘福田 说话 老实交代 我要喝水 给他喝 好 我卓妍 你让你别说了 对身体不信 我都快死了人了 不用你关心 我不是关心你 我是关心你的客户 我不是都说了吗 杀了我原来的老婆 跑到这儿 又认识了乔海燕 我这辈子栽在女人手里面 我关心的不是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我知道 我关心的另外一个案子 什么 另外一个 对啊 就是金钱的绑架案 不是 不是 你说你这个人 装得跟男子汉似的 脾气上来就发疯 没有脾气就算了 你还有什么罪行没交代 老实说 我不都说了吗 我杀了我原来的老婆 到这里又痛到乔海院 老婆 忘了 今天 你白天说的话都忘了 我的记性啊 就是你好 是吗 你要真是个爷们 就把你知道 原原本本地说出来 反正都是死一条 为什么不死得干净利落一点呢 秘密能带进棺材吗 是吧 杀过两个 哪两个 一个时候原来的老婆 还有一个不认识 不认识 去年跑出来的时候 碰到他 看起来好像有点钱 然后把他弄死了 从他身上抢了五千块钱 就跑到这儿来了 我从汉水跑出来的时候 路过一个小镇 碰到他 和他聊了几句 好像叫 胡志军 胡志军 然后呢 然后我都把他累死了 抢了他五千块钱 都跑到这儿来了 认识了乔海叶一家 本来想跟他好好过去 结果 结果他也欺骗我 是 他们全家人都在逼我 我要弄死他 老子要杀了他 老子要杀了他 疯子 老子出来一定要弄死他 是 老子一定会杀了他 真好 陈队 核实一下 看他有没有什么接案 然后去之之之 是 等等 他刚才说他杀了个人 名字叫胡志军 听到怎么这么耳熟啊 两年前 在渡城市发生的持枪抢劫案的逃犯 就叫胡志军 对 这个案子的负责人叫周铁 弄了一个全国持枪抢劫案的情报网 前一段时间 在公安部的颁奖典礼上 你应该碰见过他 想起来了 是一个叫周铁的老头 对对对 他当时三计划不利胡志军 给我印象挺深的 马上给渡城市公安局打个电话 就说我们是抓了逃犯 据他交代他杀了个人就叫胡志军 是 快去 胡志军 这张照片是爸爸和妈妈 带着你去公园拍的 那时候啊你才三岁呢 你看你笑得多开心啊 这还有一张啊 你上小学的时候 获得了三好学生 你高兴的把奖状拿回来 让我们贴到墙上呢 你看看这个 那时候你才五岁 瘦得跟猴似的 还要去爬摩托车 这张照片呢 是两岁多拍的 才骑摩托车呢 不是 周铁 你看他那么带着那帽子 很好玩啊 你好 你好 你看这个 什么 你怎么了 一惊一乍的 好 好 我知道了 好 我马上过来 就这样 哎 到底出什么事了 突发失业 哎 你要注意安全 好 我知道了 我现在去一趟齐母市 陈队 这位是都城市公安局的周队长 我叫周铁 我知道 来了这么快 连夜的火车 您叫陈建峰 没错 师傅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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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一下 那个自称 杀了胡志军的杀人犯 现在在这儿 就关在我们这儿 好 怎么 你现在叫啥 对呀 这还没到上班时间呢 再说 你提着也提不出来 你看 你坐了一夜火车 好好休一休息 我一会儿给您安排个招待所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那个林福田杀的胡志军 到底是不是你要找的胡志军 那还不一定呢 那还不一定呢 伯帅 我突然想起来了 在颁奖会上 咱们见过 你就是那个 模范英雄 没错 是我 我看到你了 特殊贡献奖 我那个情报 那是歪打正着 整整两年搜索全国持枪抢劫案 要是让我这两年不干别的 来 来 我来 我来 谢谢 天天搜集资料 我肯定要碰 我说老周啊 为了一个逃犯至于这样吗 还有别的什么原因 你 可能吧 可能 可能的意思可就多喽 我说 我几点能 能够审定犯人 三个小时以后吧 那小子 昨天扛了我很晚 今天你练着审的话 不一定有什么好技术 你看 我来得太急了 也忘了时间了 你这么早 到办公室来干吗 我 我去睡这儿啊 睡这儿 这连张床都没有啊 两个沙发倒一块就睡了 多方便 你可真够劲啊 这身酒不一上身哪 浑身的劲就使不完 警察 都像你这样 那就好了 老赵 走 我送你到招待所 休息休息 不用不用不用 你随便给我找个地方 我歇会儿就行了 那是行的 睡觉而已嘛 哪来那么多家庭 警察就是要有吃苦的能耐 走吧 好 由于离家时的匆忙 胡志军带到齐牧师的手枪 并不是自己惯用的五四 而是老柴送给助理的那一支 这一次野外试枪 第一下就卡了壳 让一向迷信的胡志军 心里很不舒服 他认为 这是个不好的照顾 这是个不好的照顾 老板 来杯茶吧 好 epher enjoyable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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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l 小 老大 小 齐木是地下的岛会市场 每天都有大笔的现金交易 而岛会人大多警惕性较差 胡志军正是看好了这一点 但为了万无一失 他还是要进一步掌握目标的一切行动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他一次就得手 并能够顺利地逃跑 丁股田 你昨天说你杀了个人叫胡志军是吗 早啊 反正是叫什么军啊 什么时候 晚上 我问你日期 去年五月份 我刚从汉水跑出来的时候 你是说 你在汉水时遇到胡志军 是 没错 人是我傻的还有什么好问呢 问你什么是我们的事 容不趁你发牢骚 我问你 你说那个胡志军长什么样 我问你 你说那个胡志军长什么样 你仔细看看 会想得起来的 讲出来怎么好 反正都是死路一样 你再跟我们讲条件呢 讲不讲条件又能怎么样 看着我 再说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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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说一遍 今天换几个 还换十遍 不用点 老规矩 好 谢谢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盛上目标 下一步就是了解目标的行动轨迹 胡志军像个训练有素的猎手 悄然跟在猎物身后 老周 那个人渣放挺了 你打算怎么办 你不是派人去查了吗 他又说不清楚 他杀的那个胡志军到底什么地方人 我只能让他们以汉取示威中心 查找失踪人口 看看有没有叫胡志军的 如果没有的话 那很有可能就是你要找胡志军 看来也只能这样 你打算怎么办 还回去吗 算了 我在这儿等结果 万一临时有什么消息呢 老周 你看都这个点了 该吃饭了 食堂在一楼 来 建峰 你不去了 我不去了 吃面包 吃面包 这 这怎么行呢 省事啊 平常执行任务的时候啊 带着也方便 我最讨厌吃方便面 最不方便的东西还要用开水 建峰 睡办公室吃面包 这就是你办案的法宝 还锻炼 学习啊 警察嘛 就是要艰苦 行了 你要注意身体 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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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着火 快 着火 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虎 在哪儿呢 什么事 中午饭吃了吗 你就跟我说这事了 没事就不能给你打电话 哪哪哪 有什么不能打的 耽误你正事了 你说呢 那你怎么了 不惊大财的 我正谈着一笔事 你这电话突然一来 我打扰你了 没有没有 我错了 没有什么错不错的 不就是一个电话吗 要不我晚上再给你打吧 我现在正谈着事了 就这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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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我来看看你 住得还好吗 挺好 摩托车好齐吧 谢谢 好齐 怎么了 怎么了 没选择好的地方 选择了一个地方 挺合适的 就是没贪吃 是不是太贵了 那倒不是 明天再去看看 也许还能找个更好的地方 走 放下 好 我找你 我肯定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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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调查胡志军下落的人有信吗 还没有 我还以为有什么新的突破呢 老周 你抓这个胡志军用了多少时间 前前后后加起来 两年半吧 哎 怎么了 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在设想 两年抓不到一个罪犯的感觉 想不出来 从来也没有罪犯 从我手里跑掉了 你觉得我很无能是吧 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觉得 我碰上的都是二三流货色 没什么少干净 挺遗憾的 来 姐哥 您秦牧师的治安状况怎么样 哎 随浅万万多 地儿不大吧 干什么的都有 我们这儿 有一个岛会市场 每天的三教九流 全聚在这儿 这些人呢 抓了以后 罚也不能罚 罚是判也不能判 教育教育还真要把他放过 一看你这些人哪 我就窝火 像你这么全能的战士 也有无奈的事 哎 我听了怎么不想在夸我呀 不不不 我是在夸你 我一看见你啊 就想起我二十年前的样子 浑身是劲 恨不得天天都上街去抓贼去 哼 咱们了啊 可能有点不太一样 怎么 可能有点跟本性的东西 不太一样 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胡志军也没有想到 他能再一次在岛会市场上见到同一个人 看来目标还没有彻底逃出视线 这一次胡志军没有犹豫 提前来到了上一次跟踪失败的地点 静静等待岛会人的出现 老周 胡志军到底是个什么样人 我研究胡志军已经两年了 要说起他 我可以从他的祖宗八代说起 但是我相信 你想听的不是这个 你问吧 想知道什么 你觉得换上我能抓住他吗 我觉得不能 够诚实的说法一点也不跟我客气 凭什么不能 我觉得作为一个警察该做的努力 我相信我当时全部做到了 甚至连运气我们也不比他差 但是胡志军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 听说他在你手里跑了四次 他连续四次都复兴高招 不知道 也许换了你 能够抓住他也不一定 也许换了我 不可能这么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追 没错 你不会 你凭什么这么说 这是你说的呀 喂 裴总啊 什么裴总啊 你还是叫我老财吧 你怎么想到给我打电话 你不是出差去了吗 对啊 我现在就在外地 闲着没事 给你打个电话 问候一下 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带你去一个新的场子玩 那全是玩大的 很适合你啊 我什么样啊 玩得大 输得也大 没准我还不敢去呢 还有你老虎不敢上的桌 行了 行了啊 对了 你给我那把手枪 怎么不太好用啊 怎么 你用了 你没警察 我找了个没人的地方 玩了一下 怎么第一枪就这样搞了 我不知道 我也没用过 你老老实告诉我 这枪怎么来的 大街上捡的 别逗了 大街上哪那么多枪让人捡啊 真的 我早在大街上看见了 我还以为是玩具枪吗 这么说是黑枪了 肯定是有人拿这枪犯了事 万一被警察查到 我他不就得替人顶罪啊 你 你别激动 你别激动啊 我也是好意啊 我想到这枪挺适合你的 没有其他意思 你不要 你就把它扔了不就完了 你放心 我早扔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 到时候 我带你去那个刑场的玩玩 老财好了 就这样啊 我还有点事 没关系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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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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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回来清早啊 顺利吗 找到综艺的房子吗 不错 挺顺的 过两天再谈的 如果行的话就定下来了 在什么地方啊 就那边 挺远的地方 那边 那边好像没有什么 可以开馆子的地方吧 这种地方 只要自己综艺就行了 我主要喜欢那边的环境 这倒也是 你要是定下来了 是不是还住在我这儿啊 那是肯定的了 太想 没想到啊 我的房子 是不是还挺顺利 愿咱们俩都顺利 没错 都顺 都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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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挺不容易的 什么意思 你都看到了 这么多年 我一直都像今天这样 要想抓罪犯 就要干净利落 我想如果有个罪犯 在我手里一拖两年 我可就要崩溃了 老周啊 这两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开始的时候连觉都睡不着 后来不是建立个情报网吗 一次一次的调查 虽然没有抓住胡志军 但是心里总要好受一点 你建立网络就是为了心里好受 什么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 我知道 其实我建立情报网 压根就没想到为全系统提供什么帮助 我的目的啊 就是想抓住胡志军 这倒是句大实话 谢谢你 建峰 我问你 你 这些年这么拼命 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我哪拼命了 我觉得我只是在做一个警察应该做的事 所有的警察都跟你一样 睡办公室一日三餐吃面包 你说这个 周啊 我这么问你 你在执行任务最紧张的时候睡过办公室吗 睡过 嗯 那你在工作太忙 没有时间吃饭 分不开身的时候 也吃过面包吧 吃过 这不就结合了 所有的警察都睡过办公室吃过面包 而他们这么做就因为他们是警察 但是 所以啊 你和我 和其他的警察同志没什么区别 同样是睡办公室吃面包 建峰 你这是歪理 老赵 我怎么是歪理的 来 你来点 好好好 我不要 我跟你说 没有一个人能像你这样 天天睡办公室 也没有一个人能像你这样 顿顿都吃面包 我看看 你是不是连牌子都不换 嗯 明天买点别的面包 换换 哎呀 我问的问题的重点 根本就不在这儿 我说的意思是 你为什么天天都这么过 很简单 我愿意啊 嗯 愿意 嗯 你看啊 穿上警服 我们是警察 睡办公室吃面包 毫无怨言 而你们脱了警服呢 你们就要做夫妻 要做丈夫 要做朋友 而我没那么多复杂的身份 我每天二十四小时 我都是警察 你成家了吗 你成家了吗 多麻烦 你有女朋友吗 没有 都是战友 你可真行 怎么了 建峰 你是个真正的警察 我跟你比起来 确实不够纯粹 我们这么说吧 如果说 我们俩不一样 那就是 我对这身警服的热爱程度 哎呀 这个我理解 我当初穿上警服的时候 跟你一样 一到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盼着天亮 这天一亮 就马上可以穿上警服了 所以说 我和你不一样啊 怎么不一样 那种兴奋程度 你维持多长时间 想一想 一两个月吧 一办起案子来 我就全忘了 我这么跟你说不老头 自打警校毕业到现在 十几年了 那种心情啊 我丝毫没有减弱 你说的很形象 我现在仍然这层警服 就长在我身上 啊 嗯 快快快 那我得把这帽子 戴上衣服穿上啊 找什么那衣服 干嘛呢我说你 哎不不不 我得戴着帽子 穿上衣服 好好给你敬个礼 哎 建峰像你这样的 几十年如一日 还保值是 警校毕业生心态的人 你说 到哪儿去找去 啊 来 敬礼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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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